单身片的作用是活去化育,比气止痛,主要用来是心中憋门,心脚痛。 所以,单身片的适应症,是有余血表现的病症。 单身片建议口服或是喊服,依此十万左右,一日三次,连续吃四周为一个疗程,或者询问开药的医生的逆处服用。 一,单身片什么时候吃效果好,为了使单身片服用后获得最佳的效果,并且不产生副作用,或减轻药物的药效,就需要根据药物特性来合理选择吃药的时间,不同的药服用时间也不同,有饭前、饭时、饭后、睡前等。 负药时间如果正确可以把药物的功效、性质,与其药效发挥到最佳,还能减少药物对未尝到的刺激,因此单身片适合饭后服用。 当然,单身片的服用时间其实,并没有阴性的要求,没有输在餐前吃效果,就一定比饭后吃效果较好,但是一般来说饭后吃效果会比饭前吃效果好。 这样说,是出于对身子胃部的思考作用。 单身片建议是在饭后吃,有利于药品随食物进入小肠,加速药效有力的性与身体吸收。 二、单身片的功效有哪些? 一、单身片主要是用来月经不调、经病痛经、气血不足、胸腹刺痛、肾气不足、热病疼痛、唇阳肿痛、心脚痛等病症。 二、单身片还能扩张冠状动脉、增加挂脉流量、改善身体的心肌缺险、更受和心脏功能、调节心率,并能扩张身体的外肉血管、改善身体微循环。 三、单身片还能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、增加身体的抗凝血性、促进鲜容、抑制血小板凝聚、抑制血发的作用。 三、单身片的副作用有哪些? 一、左右单身片是中程要。 患者是独服用单身片,是没有太大副作用的,但不要长期服用,因为长期服用单身片,会导致身体低血脚症。 二、患者连续服用单身片一个月,血脚水平会有所降低,所以患者会出现腹脏、乏力、腹痛等血脚表现。 单身片什么时候吃都好,不过热西书像火来说还是饭后吃最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